大家好,我是中心社记者李金泽 今天上午呢,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召开 其实啊,人权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宏大的概念 通过这个论坛呢,我们对人权有了一个更具象化的感知 它涉及到我们的生命安全、生存发展 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且各国人民呢,都有着对人权的共同关切 所以说,从这个角度而言,人权治理是一个世界命题 自然也需要各国的努力与合作来解决 论坛上,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罗彦华 也从理论层面指出 国际合作是国际社会处理人权的基本宗旨和原则 这一点在联合国宪章和维尹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得到了明确的确认 从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呢 世界范围内的人权合作更具有现实意义 与会很多专家都提到 由于战争冲突、金融危机 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 全球人权治理正面临着严峻挑战 期待国际合作